初夏到了有一群大學生 不是去打工也不是去度假 而是到中國大陸做交流 飞到台灣海峽那一頭 等待台灣學生的 是百年難得一見的 40度高溫 是在熱道 動軌條 兩岸交流出體驗 陸上的熱情也high到爆表 歡迎 鳳凰姐 歡迎 初次見面還真的挺尷尬 想破冰 靠團康遊戲 準不錯 玩遊戲 練默契 兩岸學生了解 不幸 只是一不小心 難免 兩岸交流 差點擦出 兩性火花 大學生青春不留白 相較的營隊越來越多 中國大陸 在兩岸冰封期 透過一帶一線 取代三中一清 擴大民間交流 透過遊戲的方式 增進感情 中國大陸也開放力多 高中畢業生的學測成績 以前是前25%的人 才能申請中國大陸的大學 現在開放到前50%的人 都能申請 曾經有想過說 大陸的職場都這麼大 然後競爭者也這麼多 那我要不要就留在台灣 就是跟少數人競爭 是不定我還會比較突出一點 在台灣 能當忍中榮 但即將撐大四的楊青桃 擴出人生藍圖 希望能有更寬妄之間 我們台灣也沒有說到那麼差 我們跟他們接觸跟他們交談之後 他們懂了一些知識 其實我們也都懂 我們的專業部分 他們有可能還比較不知道 登陸或留台 大學生有的是時間思考 但已經在職場打滾的年輕人 是要挑戰新戰場 還是留在舒適圈 人生的抉擇 掙扎 現肩